印度媒体和官方消息来源说,印度中断了同中国的国防交流,原因是这两个亚洲大国出现新的纠纷。 印度时报说,此举是印度报复中国拒绝给一名印度将军发出签证,这名将军负责处理有争议的印控克什米尔的工作。 报纸称,中将贾斯瓦尔本月原计划到中国参加高级别会谈,但北京表示,由于他控制一个受争议的地区而不受欢迎。 克什米尔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关,印巴两国均声称拥有克什米尔的全部主权,中国声称拥有部分主权。 印度外交部证实,这名将军未能如期前往中国。